有粉丝问我,说为什么喜欢蛋奶派对,蛋奶派对都有啥好玩的? 嘿,这样你高分队员啊,先拿这些可爱的皮肤来说吧。 蛋仔的都是以圆球为准的,好看的皮囊千平一律,有趣的灵魂外里挑衣。 且不说蛋奶颜值最高的杨幂和多农阳,其他的皮肤也是非常的诱人。 并且和童年的动画联动皮肤也是相当的好看。 除此之外,那些不用客金的皮肤也很多,最近还心上线了诸多的表情。 每一个都很人性化,不油的让人嫌爱。 不说皮肤啊,最大的亮点就是他的游戏玩法了。 除了大家都熟悉的巅峰赛之外,蛋奶还开发了非常多的模式。 就比如这个绝斩马变异弹,生化危机的玩法。 玩家不仅可以用枪法对抗变异的蛋仔,还可以成为蛋仔英雄以一抵白。 手感非常的好,特别适合喜欢枪战类型的玩家。 除了这个,导弹鬼模式也是蛋带的招牌。 里面有很多的职业,在不知道对手身份的情况下互相的猜疑。 不到游戏最后一刻,你永远也不知道你旁边的蛋究竟是队友还是对手。 这个模式的人气也是非常的高。 再比如一些娱乐的模式啊。 在爪爪大作战里,玩家可以用勾爪把敌方阵营的蛋仔抓到自己家里。 不仅能抓对手,还能抓退友,不知道的还以为游戏版抓娃娃呢。 其他的娱乐模式也是百花起放。 什么疯狂乱斗,捉迷藏,反滚一线签,双人一旦摘星高手之类的地图,层出不绝。 并且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更新一些新鲜的模式供大家游玩。 除了这些娱乐模式啊,乐园玩法也是一大特色。 每天都有非常优秀的地图诞生。 类似颓废小伙之外,很多优秀的地图作者也都参与西招。 可见,蛋仔乐园玩法的热度不一般。 并且蛋仔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更新一些非常有趣的活动。 也会根据玩家的反馈来联动或更新大家喜欢的东西。 那么这就是我喜欢蛋仔发对的原因。 那么你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呢? 嘿嘿,不爱。